那么第二点 奸进杀 你强奸他 这个是接近 你杀害他 男演进杀 虽然说是 接近杀他 这还是客气的话 丧属繁齿 这还算是客气 与欲为奸者未有不杀者 他说如果你强奸他 没有一个不被杀死的 没有一个不被杀死的 也就是说强奸的人 最后的下场就是死路一条 他比如说他给你挤 下面这几个情形 第一个欺负知觉 他丈夫发现了 愤怒操刀折杀 他先生发现了 拿刀当场把你杀死 这在台湾发生过 曾经有一位台湾的原住民 他先生死掉以后 他跟他儿子相依为命 住在家里 他的儿子本身 本来原住民基本上来讲 他们就比较怎么样 他们因为习气的关系 多少会喝一点米酒 有一天他就去外面找朋友 喝酒回来以后 看到他的妈妈跟邻居 在家里发生坚硬的行为 那他当然他会这样困开 他这个儿子 当场就去拿一把环刀 当场把这个隔壁这个灵机 这个肩膚内 把他当场刺死 这就是什么 愤怒操刀之杀 这是第一个 这就是第一个 谢谢大家